徐文杰 人看到了吗 什么人 共产党啊 什么共产党 没看见 别打扰乡亲们睡觉 蛋了 徐文杰 你敢窝藏共产党 你怎么跟蒋介石交代 你会吃不了兜着走的 今天的事 我一定会让你后悔的 行 行 你现在就可以打电话 给南京政府 你跟他们说 我徐文杰窝藏共产党 我包庇共产党 你说我是共产党也成啊 你等着 你等着 我们早晚有一天 会正面地较量 行 我等你 你那一定要活到那一天 保重身体 少吃点事了 撤 走 兄弟们 替我送送老同学 还要不要 还要 红天长官 我们来晚了一步 新娘子已经坐花轿离开了 不过她的妈妈还在后面 登北京的岳母 也行 过来了 走 连长 连长 您不跟陈桂说 让他归队的事 陈桂家出了那么大的事 我让他归队 说得出口吗 你咋来了 小哥 参谋长下的手令 让咱全队取消休假 赶紧归队 咱连长和旅长 都为您争取了 参谋长怕您惹事 死活不同意 刚才连长也来了 想将您回去 但他说不知口 要不这样 你就留下 大不了把军装脱了 你怎么不脱军装呢 当兵的军装就是命 这样 你跟文杰说一声 等我一下 我跟你嫂子说一声 好 听没 还不说啊 你们俩成亲我也没啥送的 给你当个合礼吧 拿着 谢谢人家 tin 请去拿手 小大 累了 我想 不需要 我还行 assumed 不需要 那栏 无需要 没有 你们是日本的侨民 也是帝国的军人 有你们去攻打柳桥屯 那最多也就是 民间纠纷 想在这块土地上立足啊 就一定要强硬 中国有句俗话 叫痛打落水沟 到淳桂家去安慰一下 刚刚失去母亲的新娘啊 是 好 好 娘 出去 快来吧 出去啊 让我进去啊 求求你们 求求你们让我进去吧 狗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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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八蛋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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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ntasy 帝国的功臣 松本 在 是 给野参司令官发简报 告诉他 中国军人将武器装备到村民手中 并怂恿村民杀害日本浪人 要求司令部派部队保护 并对中国人进行报复 是 高德全 告诉兄弟们 谁都不许给陈棍儿透顶 这小子要是疯了 谁都拦不住 准备出发 我们的同胞在这个村子里 被村民杀害了 你们的任务就是 把这个村子从地球上面 彻底地缠除 僧俩 生许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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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列长 你起来 起来 我求求你们了 求求诸位 我求求你们留下吧 你们要是走了 我们的日子真是没法过了 求求你们了 大爷 你起来 你这是要我等于你 停地 等 强制弹药给老乡们发下去 我限你一个小时 教他们熟练的自由 是 大爷 乡亲们 小鬼子要是再来 就冲他们开枪 打死打伤算我谁文杰呢 仙女 爹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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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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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 我把蝎蝎藏在我们家身边了 想起她给蝎蝎藏了一口好的检材 就像蝎蝎藏了一口好的检材 安靳 我爹把糟蹋仙剑的鬼子给杀了 你能把我爹不死吗 你放心 我就是脑袋不要也得保住你爹 这是参谋长的命令 你自己看吧 你说吧 简单说来就是一句话 让你带着队伍进驻里面 把老百姓的武装全给解除了 你跟单进行怎么都一个毛病啊 看我不是老徐家亲生的 就都来逼我是吧 这命令怎么不下到我哥那儿啊 刚才我哥在的时候怎么不宣布啊 朵杰 你和你哥不一样 徐文杰是朽木不可凋野 那是一个顽劣之辈 你呢 你明事理 文杰当英雄不叫老百姓一枪 我当混蛋 这么做有两个好的 一呢 你可以帮你爹挽回点颜面 二一个呢 你也是为了柳条屯的老百姓好啊 这次任务是我们俩一块之行 只要你手指头里边露一露 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那就过去了 这可是你说的啊 必须给老百姓留几条防身的枪 万一鬼子再打回来 老百姓不至于吃大亏啊 把这些枪 给我统统抬回去 多长官啊 你的部队还得你来下命令啊 你不是答应了留几条防身用的枪吗 我再重申一遍参谋长的命令 不给老百姓留下一枪一袋 你给我耍我 多长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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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多长官 你再好好想一想 你哥徐文杰 现在是铁了心地跟小日本干上的 你要再学你哥那样 上面怪罪下来 你爹是保你啊 是保你哥啊 一个是亲生儿子 一个是杨子 给自己留条后路吧 执行尚风命令 你不能来我这儿你知道吗 这次的情况不仅很特殊 而且很棘手 我都没想海河直接汇报啊 什么情况 我有几个搞戏剧的朋友 和日本人混得很熟 他们得到了一个消息 丰田准备让他们几个入门 然后搬成宪兵去刺杀一位东北军官 这个东北军官 他们的名字叫徐文杰 快点 是徐殿长吗 是我 徐殿长 我们奉徐殿长的命令 带您回奉天接受禁闭 别要管我的兄弟 那教导旅的兵咋不来 派你这个宪兵来啊 这 这是上级直接下的命令 我们也不太清楚 其实是教导旅的兵都不愿意来抓你 山长官只好找到我们宪兵队 长官 我们这些小兵只求顺顺利利完成任务 您体谅体谅我们 跟我们走吧 行 走吧 咋的了 车坏了 车修好了 走 我车到底特有问题 声音都不会硬 别动 来 八卫 谢谢救命车 你不是 八卫 怎么了 给我踩呢 没事 就划破点皮 好客气 差点小命就没了 走吧 好客气 回去 老公 谁叫什么珍贵的父亲 既然相遇了许温姐 就只有拿你开打 只能怪你儿子 跟错了人 对付 对付 出事了 日本武装移民 冲进成桂等村 把成桂他爹给杀了 这事你要敢告诉成桂 我毕了你 都别傻愣着 他哪有活的 叔 叔 大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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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的事 先别告诉温姐 出了这么大事 你凭啥不耗了 我怕他捅牢子 来 我们一起住 好不好 那你没事吧 我接他 我去挽 sacrific 拦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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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柏 成桂 你冷静一点 我常常冷静 安住他 冷静了你 干什么的 你在家干什么呀 快 成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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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吉 说我那俩宪谈娘的是鬼子装的 让我打发回老家了 你这咋了 队长 柳条特出事了 出啥事了 鬼子去 杀了几多人 谁死了 冲口是低 说啥 冲口是低 那你他家子出人干啥啊 集合队伍 报仇去 不回去 你们别走 你们别走 队长开枪 雪姐 你是不是疯了 无辜袭击我们日本球迷 把杀死成贵父亲的凶手给我交出来 你有什么权利逮捕我们这些日本球迷啊 这日本就是少帅毕了我 我也得带走凶手 我们已经犯牲了 你无权扯置我们任何一个人 你们这些东西 算是人啊 都他们一帮助手 把人给我交出来 先带走我们日本人 先问问你的上司同不同意 先问问我的枪同不同意 死蛋上场 住手 孙杰 这个娄子你可不能捅 捅他这个娄子 你爹都帮不了你 怎么杀了陈国儿的爹 这今天可是少帅的命 不能乱来 鲜平 把他看起来 押过去 沈天行 沈天行 你这是卖国 你 你知道吗 你爹就是我杀的 我杀的 你 没有 罗吉长官看我 担不起的 哥 你把枪发给老百姓这事 确实太冲动了 咱们都是军人哪 那不好意思哦 麻烦你了 替我擦屁股 现在多好 你把我发出去的枪搅回来 单剑行对你另眼相看啊 哥 陈贵家的事我也很难受 但这事你我都解决不了 我是军人 你给我闭嘴 这些人哪个不是军人 哪个不是死人对你爬出来的 谁不比你明白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既然大家都知道 那就别冲我使劲了 再说了 我脚枪也是执行少帅的命令 东北军有谁敢不执行少帅的命令 那就等于是造反 我问你 军人的职责是什么 保家卫国 现在媳妇死了 爹死了 家没了 国也让人占了 要军人有他们庇佑 我代表啊 关东军司令兵 以及日本国际奉田总理之国 向东北边防军政府 奉田城防司令兵 提出三写标签 第一 中国守军从昨日冲突的中方石济线后撤十公里 安保职责是由关东军铁路护鲁路队接替中国守军执行 护鲁路队由此而产生的负用 由中方按日方规定的数额及方式清查 第二 按美人一万日元的标准 对昨日中日冲突之后 日方丧生的人员进行服势 中方并且保证 类似这样的事件绝不会再发生 第三 日方要求中方将赵氏元兄徐文景 多吉和陈冠交给关东军出去 以上三条日方已经签字了 中方如果有异议 日方将拒绝上台 并会因中方拒绝该刑 而向中方色诸无略 你们这种条件 恐怕是连朝鲜的李皇上队也不能答应吧 善将军 我之所以带办公室来跟你谈这些事情 就是希望我们能够抛开这一职公围 我们带日本帝国虽然现在已经庆祝了东北 我们带日本帝国虽然现在已经庆祝了东北 但是我们还是希望 跟你们东北军能够和睦相处 我们不想挑起太多的士团 但是东北军内有一些硬骨头 让我们很挑等 你们关东军 不想挑起士团 所以呢 我现在想让我们东北军窝里返 可是封天少佐你没忘了吗 这东北军的 不是徐国珍的东北军 也不是我善奸行的东北军 东北军他可姓赵 所以现在你签去 就应该更爽快地签下这份合约 这对你 只有好者 没有坏者 如果你希望我可以在和约上 附加条件 驾到驴每月的弹药搏给 和后勤结伴 这样你就可以抓住这个机会 招兵买马 搬回徐国珍 现在把你架空的形式了 我们之所以提出这样的条件 就是希望在东北军内部 对大日本帝国有抵触心理的人 可以治疗 和我们作对 是没有好现场的 既然我们的目标已经达出一致了 那顺前选 你好好地想一想 这份合约 该如何执行 看这个样子 日本人是真想帮咱们除掉徐国珍的 日本人是真想帮咱们除掉徐国珍的 我真凶 别练了 别练了 你们家文杰惹大麻烦了 日方提出要求 要把赵氏的凶手 陈贵文杰 还有其他香港人员交给日本人 这件事才能彻底了了 我不会就此事与日本人做任何谈判 也绝不答应他们提出的任何条件 徐律长 您一直都是我好议人最佩服的人 您是真正的军人 这条汉子 可是您的这个性格 在当下这个形势里 未免太吃亏了 您看看文杰 就因为随了您的性格捅多大的娄子 这不仅是对整个东北军不利 对您老徐家也是大大的不利啊 对呀 幸亏你们老徐家还有个多吉 帮着文杰把老百姓的个枪给绞了 要不然 这麻烦可就大了 二位可真是吃干饭的 我告诉你 老徐家不求别的 只求对得起东北的老百姓 二位如果没有别的事 术不丰沛 爹 您咋来了 一个人在家吃饭没味 来 来吧 好饿 就这吃饭 就这吃饭 嗯 回来啊 文杰 洛杰 你怕死吗 怕倒是不怕 就是觉得太冤了 枪是你递过去的 是陈棍抢的 我不会也变成丛犯了吧 姐 这事我一个人扛 好 吃 吃 吃完了跟我回家 我说徐长官您什么意思 一会儿死一会儿回家的 您有个水没有 你们俩要是怕死 我就要按日本人的要求 把你们俩交出去 你们不怕死 那就谁也动不了我的儿子 来 爹 您看 一帮兄弟在那儿关着呢 您好人坐到底 都放在那儿 放心 有我在 谁也动不了他们 没什么事儿了 你先去吧 怎么样了 文杰的事情那么大了 日本人哪儿现在要引渡他 那 那我们的关系 也没派上用场吗 我们找了邵帅身边的人 他跟邵帅说这事的时候 邵帅把他砍出来 来 老师 我眼神 来 坐 老师 文杰的事儿 你问了吗 我跟邵帅讲了文杰的事情 他很难办 有些无能为力 日本人提的条件你知道了吗 知道 我们非要把人交出去吗 弱国无外交 我们现在跟日本人 根本就没得谈 日本人要一百 我们给九十 这就算是胜利吗 陈贵一家都被杀了 我们是受害者 怎么现在都成了凶手了呢 老师 你别激动 现在这种事实在是太多了 这份条约啊 我们还是签吧 看来我还是看错了你和单进行的打算 你别误会了 这个条约我们是签不得 但是在态度上我们还是一致的 你现在抓走多吉和徐文杰 从表面上来看 是对徐国珍造成了一定的打击 但是呢 徐国珍的势力并没有受到影响 徐国珍为什么敢和日本人较劲 一 少帅看重 二 他手上握着兵权 你分析得很有趣 继续 我们与其抓走徐文杰和多吉 倒不如拿他这两个心肝宝贝 换走徐国珍的权利 你抓走徐文杰和多吉 那搬不到徐国珍 你把徐文杰多吉给放了 杀掉成贵 你看徐国珍还整得在东北的老百姓面前 聚焦的 为了保住自己的两个儿子 舍弃平民出身的子弟兵 那他徐国珍以后 在东北老百姓的心里边 还有什么地位可言 你听到他叫我 他长得到洛 Está 他长得到洛杉勺 他根本就是强吧 他有什么地位可 Mercier Rubens 他不可以说 va 一 太多久了 你说他 meeting you 你自己就在那里 你只会冤枉的 我就是和少帅 有什么地位我看到 有什么地方 我好多湊 都大量质楼 有什么地位 有什么地位 要不然鬼子就拿大炮轰风天 瞬间你向他们答应吗 答应 天地 帮哥哥吗 明白 打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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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手 快 住手 不打了 不打了 兄弟 快 出来了 小心点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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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咋来了 找啥呢 爹 有事啊 陈棍找过您吗 陈棍跑了 跑了 这帮笨蛋 连个陈棍都看不住 真没用 做什么事都要想清楚啊 我知道 您啥意思 我不会给少帅添乱的 明白就好 不要做什么事都瞒着我 陈棍 我还是回去吧 别因为我淋了老爷子 你整啥肚子呢 想不连累 在我家好好待着 老师姐 快点 快点 来 来 来 董生兄啊 二帅给你打电话了吧 二帅只让我配合你 没说让你进我的宅子搜查 全奉天的人都知道 这个陈棍除了你府上 没地方落走 你不让我进就 我咋搜查去 我的宅门是敞开的了 就看你有没有本事进来 进去吧 你怎么又回来了你 是生是死 一定有病 报告 参部长 陈归回来了 回来了 现在就在军法处的紧闭室里 参部长 还送吗 二位还有什么事 徐旅长 我们这次来 给您带来的可是好消息 有话直说 我真凶啊 以后刻别说我这当熟的 对多姬跟文杰这俩孩子 什么意思 日本人又出了份条约 上面已经同意签署了 签署了这份条约 文杰这孩子就彻底没事了 陈归呢 徐旅长 你看 为了保住文杰 我们善长官啊 已经是费了九牛二五之力了 少帅也是忍痛才答应用 极西的矿山来换文杰他 陈归的事情 您就不要管了吧 陈归杀日本人 是因为日本人一夜之间 杀了他的全家 郭振雄 最多也就努力成这样了 还有 日本人又提出个条件 好 为了保住文杰这孩子 你也得做出点牺牲 日本人提出 你不能再担任教导总监了 而且教导旅的物资供给要减半 他丧情如过 你真说 青天白日满地红 青天白日朗朗见棍 殿下却近视不公 我听说南京政府在李少帅 让他接受日本人的条件 东北军是无觅可保了 九点钟的电报 十一点全军就都知道了 最后牺牲的 一转是没权没势的真味